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说明跟做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使用语言表达意来和他者就某式达成理解 那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懂得理解语言表达的意就因为这什么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下一页 那从理解语言行为表达的这个前提上面就可以看出来 能够用语言表达建立起来的语言行为 只要愿意对所说内容的合理理解 所以我们等等会做一些练习 就是不同的语言 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 那我们怎么样去发问 那我们怎么样去说明这个模式 所以对表达可能具有这个对有效性进行探讨 不是属于理解的实际前提 而是已经属于语言理解自身的实际前提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在哈普马斯 他对语言的表达的时候说明 那各位都知道 诠释学里面我们最容易引起误会的其实不是文字 为什么 因为文字你写的时候很仔细 所以你会抓得很清楚 所以像我现在有人想不开 把头发剪那么短 对不对 他一定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不然干嘛这天气还没有那么热 为什么要把头发剪那么短呢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你看当我讲这话 我里面有一个metaphor 我暗指什么 暗指他最近发生一些事情 对不对 是不是要不然就是 右边那个某人叫他去理的 要不然就是他自己去理的 那这个是你看 我们就有这种metaphor远含性的意义 所以这个意义层面跟有效层面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哈伯玛斯 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好 下一页 那这个人我们就知道 这个富科 Fourcourt 那富科在全世界里面也是很有名的 那他很年轻 二六到他五十几岁就过世了 他是以考古学所进行的历史研究 存在着论述与非论述领域 无法沟通的问题 所以这个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说法 下一页 那富科就说这个是好 那下面这个当然是 目前来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位大师 叫Paul Rieger 这个字叫Rieger 这非常有名 那他也是沈青少老师的论文指导老师 所以这个字我们看到 Such He is connected to two other major hermeneutic philomenologists Martin Heidegger and Hans-Joel Gardamer 所以他是跟他们一起 都是很有 所以他现在年纪 他在2005年已经过世了 所以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 好 我们看他的说明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权势学 有的时候又被称为批判理论 因为你要去权势人家的时候 你有两种模式 一种叫做interpretation 一种叫做critical 批判的 所以你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思 你这句话到底蕴含了什么东西 所以在人文跟社会科学 批判理论这个名词 通常用来指称 各个领域的新型理论 略略从1960年开始 从民国 我们大概49年这样开始 其中有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等 还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 这些都是今天当代 我们大概很有名的 所以在台湾的这个大学里面 像台大 像政大 像东吴 大概都是走这条路 所以好像很smart 可是呢 后来这些学生念完了之后 有个感觉 没有根 没有根了 所以他们招学人招得很辛苦 所以各位同学 我前两年也听到 佛光大学的哲学系 已经解散了 解散了 对不对 解散了 那现在岌岌可危 他这个连续三年 报道的学生只有四个人 所以他不可能 所以他现在只有保留了 哲学院就说 那哲学院就说 那么多老师 所以这些老师 全部送到通识中心去 所以这些老师 对他们来讲 就压力很大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慢慢 佛光大学现在 不只是哲学系 慢慢他别的系也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大学 高中生选大学 选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交通 第二个就是 这个学校有名 那交通不好 不够有名 他就不要 当然先功利 后私利 对不对 他先功利后私利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然后先大学后 技术学院 大概他是用这样的模式来说明 所以 福大再过两年 我们一定会在所有私利学校里面 这个 入学率最高的 我们现在已经是入学率最高的一个学校 我们是97点多 97点多 那最近 大学里面不是流传什么 这个 道德国真远 五个大学 道德国真远 道就是道江 国就是新国 这个 道德国 国就是 那个 新国 对不对 德就是利德 新国 真是真理大学 南部分校 然后远就是 资远 这五个学校的报道率都不到40% 道德国真远 道德国 所以 都是交通部分 现在最近又出来一个高院科大 也出问题 董事会跟董事长联手去误钱 所以 麻烦人很大 那 普大来一直我们保持在那个97 的多 这个报道率在全台湾南加上 前第一名第二名 我们大概是非常好的 比台大报道率还高 台大报道率低的理由就是因为 他们非要低资源不可 那佛人大学比较委屈 有念就好 能够念到佛人就不错了 所以大家都很乖 都来 所以我们到现在 我们进修部是百分之百报道 所以 然后日监部向哲学学是百分之百报道 所以我们跟别人来讲 我们就 我们最糟糕的时候是93点多嘛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97 98 差不多学生都来 那理由就 这里面就是变成批判嘛 批判的理由就是 那我们就问 到底你们 你们这些学校的态度是什么 方法是什么 所以 所以其实结构主义 那这些学校 因为你自己没有中心思想 你的结果不够 那辅大的同学们 很多同学毕了业 当然去改行 可是后来他们发觉 比如说这两天 各个人都在我们管理学员 ASSB在复评 复评的时候 他有两个顾问 昨天晚上见到他们 前天晚上 礼拜天晚上见到他们 他们从美国来 三个都是从美国来 那复评我们校管理学员 ASSB 他们马上直接就跟我讲 说校长听说你是念哲学的 我说是啊 我说是 I'm a philosopher Yes I'm a philosopher 然后他说 我们将来有一个建议 会有一个建议 就是管理学院要加强哲学 加强哲学课 为什么 因为你们学校有那么好的哲学 那我们他们看到我们哲学系的课业啊 这个操作 他们认为我们哲学系在美国 如果拿了去跟美国比 也不会输美国 会比美国很强 很多学校非常强 所以他就说 他就说我们 我们俯人这样做 那所以我们很清楚一点 就是说 我们在国外很有名 在台湾被人家歧视 就是特别是被那些 教英美哲学的人歧视 英美哲学基本上是无神论 那辅导是有神论 那无神论当然打死你有神论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 就是有一个对立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就发觉这些问题 那这些你看 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绝对他们都是无神主义 然后这个在东吴啊 在台大啊 在政大都很流行啊 你一个无神主义 你就从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background 所以你无神主义 你解释 第一个 你如果是一个无神 你又是一个唯物论 你就不能跟人家讲 说我爱你啊 因为我爱是一个 唯心主义的东西啊 对不对 你你刚才说 我我我相信人死后 不会有永生 死了就死了 那请问你人生 这么多努力干嘛 你为什么要努力 你努力 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嘛 你告诉你幸福要什么 你不能跟人家讲 我可以给你forever 永远的幸福 那好 你告诉你无神主义者 你告诉你定义 唯物论者 你告诉你的定义 什么叫永远 你唯物论有没有永远 你的无神论有没有永远 都没有永远 都是right now 享乐主义啊 对不对 那你没有办法去出处啊 所以在这种状况 无神主义 当然要去打对 要去面对那个有神论 那辅大学很清楚是有神论 又是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有永恒 那在爱里面有永恒 所以爱才能够维持长久 如果你是一个主张现实的 爱只是利用 就是有用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利用你啊 你今天年轻美貌 那我利用你 等到有一天 你人脑状就算了 就丢掉了 那我们凭什么 人跟人之间 我们可以信守这个promise 靠什么 靠永恒啊 那一种承诺嘛 对不对 你没有这种承诺 你什么都不要谈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而与他相关的预计发展 只包含有文学理论 文化也有美学理论 社会等 所以这个是 在当台前世学里面 后来有两支 你跟现实学了以后 他就变成有神论 你跟这些无神论 跟马克思主义 跟新马克思主义结合 你就变成无神论 你就变成无神论了 你变成唯物论了 对不对 你一个是唯物论者 你怎么可能会有神呢 你就不可能是有神论了 你也不是唯心论了 你不能唯心论 那你偏什么说 我要对你好 就没有理由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他说明的 好 下一页 那在批判里面 这个名词 第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 那法兰克福学派 就是新马克思主义 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就是新马 我们叫他 这个法兰克福学派 就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原体 其知识与社会网 以前那些都说到他名前 所以你看 他们在这里 他们就是不说 他们是新马克思主义 但他们就说 我们是法兰克福学派 可是法兰克福学派 就是新马克思主义 就很清楚 用来形容他们自己的著作 从那个时候起 这就变成了一个广泛的名词 表示那些 透过人文学科方法 生产出来的论述 这个名词 紫色的领域 包括了马克思理论 例如法兰克福学派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就是要了解 所以你们 如果说你们自己相信 生命中人生要去追求幸福的 你们就千万不要去主张唯无论 千万不要主张无神论 对不对 千万不要去主张 那这包括了 法兰克福学派 心理分析理论 如雅克拉刚 拉刚在台湾很有名 台大教授都在讲拉刚 文学家 台大外文协在讲拉刚啊 对不对 可是拉刚就是无神论了 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女性主义者 建构在无神论上的 女性主义者 那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个教授 主张这个女生 她本来就有仓妓权了 妓权了 我女生本来做妓女 就是可以的 为什么不可以 妓权就从这里出来啊 所以不是有一个教授 就主张吗 女生本来就是性自主啊 性自主谁都可以做 但是妓权 请问 那我们这个社会 请问告诉各位 仓妓不是一个行业 仓妓只是一种工作 但是现在他们就是要 试图要把仓妓 变成一种行业 那就说你对我的行业要尊重 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有很多事情 它是一个工作 它不一定是一个行业 那在这两个有个差别 所以在这 那后来又有一个 比如说语言学理论 比如说 朱利亚 克里斯蒂瓦 与罗兰巴特 巴特你看看 也是好几个学校在讲罗兰巴特 对不对 在文学理论 很多都在讲罗兰巴特 可是我们台湾社会 很悲惨的一件事 我们没有能力做选择 我们也没有能力做批判 当你强调批判的时候 你对某人却放弃批判 像罗兰巴特 就这样啊 当他批判别人的时候 他说你们不可以对我批判 那开什么玩笑 拉钢主张女性主义者 他说我当我主张女性主义的时候 你们不可以说我的女性主义是不好的 既然可以批判 为什么不能说呢 我只能批判男性 不可以批判女性 因为我是女性主义 所以你不可以批判我女性 那请问 那不能批判 那就算什么 对不对 你容许你自己去批判别人 却不容许别人来批判你 这是没道理的事情嘛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有一种心 假如说你要去批判别人 你要接受一个事实 你要被别人批判了 对不对 一样道理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觉 这也批判种子理论 好 那现在论文种族 大家都平等 各位同学 没有人生下来是平等的 你凭什么要求每个人都平等 权力有多平等 好 那既然平等 所以现在我们容许我们的原住民 开始可以去列山珠 对不对 我们可以列野生动物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们保留 他们原始民族的这个 这个这个种姓 所以我们容许他们去这样做 那请问 干嘛要现代社会 干嘛要现代社会 干嘛要有一个社会 对不对 干嘛要有一个不同种族的社会 然后大家要共融在一起 为什么 那这样的话 我可不可以强调 我的家族 我有这样的传统 每天要杀人 那你要尊重我 如果说在一个种族平等的原则上 你不能不尊重 他说你这个违反人权 难道请问 当你这些保护动物协会的人 你不认为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野生动物 需要被保护吗 那你不是强调他们的权力 是这样的吗 为什么当 宿主原住民的时候 你就可以容许他们这样 我宿主我家族 全不可以 这是不平等的 所以假如要平等 就大家一定平等嘛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嘛 每一种动物种都是平等的嘛 对不对 哪里有什么差异 所以你要怎么主张 我要尊重啊 那我要怎么主张 你不可以用法律来限制我啊 对不对 我也应该是平等的 那既然你说原住民 各位 原住民最大的种族 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一百个人啊 可是我们家族 没必要超过上千人啊 那我们家族 有这样传统的 是为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因此 我们就发觉 全世界里面 自己后来到它的发展 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 所以因此我们要 总要走向一个什么 健康的批判理论 而不是一种走 无神论的 唯物论的批判理论 因为如果我们走 唯物论的 无神论的批判理论的话 那我各位同学 那我们 对别人就无情 我们不会有情 我们就是无情 对别人就是无情 那我对你们 每一个都是利用啊 那你们也是利用我 反正这一年 收我的课嘛 乖乖的嘛 对不对 修完了就不理我了嘛 实际关系就断绝嘛 这就是唯物论 因为你对我有用 就实用主义 等到明年 你就没有用了 反正我拿到分数了 你也不能赖我喝了 对不对 你也不能拿回来 说你因为你现在对我不好 我再改分数 不可能的 对不对 这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模式 好 下一页 因此 要确实说这片子 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这个概念 是有困难的 有些人正是从法兰格学吧 开始 毕竟那是这个名词 第一次有用的 有用的地方 所以各位 法兰格学吧 最开始的就是 从唯物论开始 就是新马克思主义 所以你问任何一个 等于我们今年 好像我们教评会 已经通过了 请那个政大教授 杨 叫杨什么 杨四雄老师 下年可能在 在我们哲学系 要开一门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理论 他是非常有名 在德国 专门做这个 法兰格学吧研究的人 他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但他是有神论 所以他是对他做批判的 所以他这个 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他就会给你们提这些 如果你们再修他的课 那下年观影中教授 也要来我们研究所 跟开课 我们可能跟宗教研究所 跟哲学研究所 联合开课 还有沈天松教授 都要回来 慢慢哲学都要回来 到哲学系 他们就提这个 有些人认为这个名字 会变成目前的样子 来使用 跟那个德西达 这个翻成德西达 可你看英文叫德里达 对不对 那很清楚 RRI这个字 用法文件叫 就是德西达 他们把它翻成为 在1966年 在John Hopkins大学 发表的 人文科学 话语的结构 符号和西西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一关 有些人认为 原本就不存在 有一个清楚七点的东西 却想要为它 找出一个清楚的解 这是一种 过度简化的做法 所以现在我们在大学里面 最困难的问题 就是很多教师们 为了要写论文 或者要做学问 他们采用了嘛 都采用这个 复刻的方法 或者采用拉刚的方法 或者采用 德西达的方法 那结果造成一个什么 学术的无情论 或者是学术的 无神论主义者 或者是学术的 唯物论主义者 只有我这个学问 是最好的 别的我都不管了 我也不care 所以你看我们 很多大学教授 你看这个在读者问 在三月号里面 说谁是最被信任的人 有没有 大学教授 排在中小学老师后面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太多 这样的教授 不关心别人 所以有很多的很多同学 对老师的感觉 中小学老师的感觉 跟对大学老师的感觉 是不同的 所以教授排在后面 后面 而老师排在前面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 所以他们列了八十个人 不是四十种行业 最后一个行业叫什么 叫做名嘴 是最不受信任的人 所以那些电视台 所有的名嘴 都是不受信任的人 然后他们也列出名嘴 谁最不受信任 第一名当然是陈水扁 第二名就是那些名嘴 可是列出来 都不受信任 最受信任是谁 宗教家 艺术家 所以第一名是谁 正言法师 对不对 正言法师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就是那个 那个谁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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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有名的 李昌玉 李昌玉 接着是李安 艺术家 接着是谁 善苏基 对不对 善国系苏基主教 你看宗教家 艺术家 就通通 第五名谁 林怀明 对你看他就这样排列啊 所以在前面的啊 都是要不然就是这个宗教家 要不然就是艺术家 最不被信任的是什么 政治 政客 政客都不被信任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歌星啊 乙星啊 还排不少啊 还排得蛮前面的啊 什么我们学校那个什么那个毕业的那个 叫蔡依林 还排三十几名啊 很棒啊 八十几名排三十几名啊 结果你猜 这个蔡英文排几名 排七十几名 谢上廷排七十几名 苏貞昌排七十几名 最后一名当然八十名就是 沉水扁马 马英九排几名 三十七名 你看那么后面啊 马英九算是所有 在所有政治人物里面 最受信任的 不是马英九 不是马英九 所以我们可 胡志强嘛 胡志强排得很前面嘛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你一个人对于人的真诚啊 是大家都在看的 都在看的事情啊 你有口无心的人 对不对 就不会受信任 所以就有这样的 还有些人指数在批判理论上 惦记在尼采 弗洛伊德 马克斯所需要 你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无神论者 对不对 全部都是无神论者 这有些人甚至追到 更有马克斯的理性与革命 看见没有我们台湾在流行什么东西啊 我们台湾一方面要强调种族平等 人权平等 另一方面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又在提倡这些马克思主义者 唯物论者跟无神论者 各位 无神论跟马克思没有人权平等 没有人性的意义的价值 那这不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吗 矛盾的东西啊 这是我们台湾社会啊 这就是说明批判 消极哲学开始 有些人都觉得 是从康尔甚至从古典哲学开始 这个后面都是后来的话 好下一页 尽管如何去界定啊 其犯罪与根源是有困难 我们还是能够对批判理论 进行一些描写 所以我就 我现在就是要说的一件事 各位同学 我们对批判理论要用 但是我们用的态度很重要 我们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不是为了仇恨而批判 我们不是为了否定对方的价值而批判 我们都不是 我们批判的理论是为了第一个 澄清事实 只是为了澄清 澄清的事实理由为什么 是因为我非常care对方 我关心你 所以因此怕我们两个的关心 会变成混淆或者不清楚 所以我们来做这个批判 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伤害对方 而是帮助对方 或者彼此之间建构一种良好的关系 这是我们在批判理论里面 我们要做 所以我们哲学的这个智商啊 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们不是目的就是说整你 然后让你好看 让你掉到窟窿里面去 然后拍手称赫 落井下石 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这个你们一定要记住 所以这个是模式 所以批判理论上是受到后现代 跟后结构理论的形容 不过它并不绝对属于后现代主义 它关切的就是私领域跟公领域的认同 好 所以这里面就出来了 就是说我们私领域跟公领域 我们彼此的认同 我们能不能够有一种认同 比如说我跟你的关系 你能不能接受 或者我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理由是 我们来沟通一下 那我们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们想办法地澄清 澄清完了之后 我们彼此之间就达成一种共识 按照这个共识 我们建构起我们的新的关系 这样了解吧 这种方式 它关键主义势力 尤其是这两个理议的认同之间 不协调的问题 因此批判理论的一个主要焦点 就是关于形成认同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哲学智商里面 我们对我们的个案 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 帮助对方理解到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批判的过程里面 所谓的批判就是检释 就是检释的意思 所以这方面 就主要是包括拉根 阿托森 海德格 批判理论第二个主要 将关于文化 如何被用来形塑 认同以及指定 有哪些在于文化里面 是真实正常和可悲的 并且将特权给了这些人 而边缘化和否定了其他 批判理论会注意 这些造成特权跟边缘化过程的机制 并常常思考 对抗这些机制行动可能 这方面的主要思想家 包括了特西达 富克跟弗兰克夫学派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想 好 下一页我们来看 下一页 挡住 挡掉了 好 那下面我们就是要讨论 就是说到底有多少种批判 批判的种类 所以一般来讲 诠释学的种类 我们列成这种七种 二十六七个 七种批判 或者我们称之为七种诠释 第一种我们叫做文学性的诠释 就是对一个章节的诠释 比如说你看一本书 对这本文学的结构 文学的发展 你做一种什么样的批判跟诠释 举个例子来讲 我就会跟各伦讲西游记 西游记如果叫我做批判 我就说它就是一个非常typical 佛教打倒民间宗教信仰的 一本传记 对不对 在这个西游记里面的七十二遍 七十二个妖魔 全部都是民间信仰 有魔王啊 琵琶公主啊 就是通通都是天鹏元帅 然后通通被收复在谁手下 释迦摩尼佛手下 对不对 所以整个主调是形容那个唐玄壮 取经嘛 所以它就是佛教嘛 佛教为主轴嘛 那民间信仰就是一个一个打 一个一个打嘛 最后打到印度嘛 那回来就没有拿到佛经了以后 回来就没有灾难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 这个就是模式 有没有呢 所有在我做文学模式的时候就开始来了 我就提出这个东西了 第二个历史批判 讲那个历史 今天台湾最严肃的问题叫228 可是请问行政院写的那个228 公不公正 正不正确 我们做历史批判 那各位同学都知道 在228事件发现的前后五年 被杀的非本省人 的数量目前已经统计了 超过本省人 日本人就已经被杀掉 大概七十几个 那外省大概被杀掉一两万人 而当时的本省人里面 的这个流氓 后来被杀了以后 他居然可以靠这个228受难的这个 理由去申请补助 他实际上在当时是流氓 而我们看整个228事件的起因是什么 不是因为种族仇恨 只是因为一个老太太 卖私烟嘛 被检取嘛 而形成了一个社会解脱运动嘛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看整个发展的过程 所以对因此对历史批判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如果看昨天报纸 千年报纸 有个日本人 他的儿子跟他太太到台湾来 追掉他的父亲嘛 他的父亲就在228事件中受害嘛 一个日本人 他们就说好多人 日本就实际上就死在这个 因为228发生在民国34年吧 34年正好日本投降 他要离开 海角7号也发生在民国34年了 海角7号哪有那么Romantic 1945年 你有恒春很Romantic啊 没有了 没有的是啊 对不对 只是把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写成一个很Romantic 同样的 把孟甲的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写成一个很暴力的世界 录出而已嘛 这文学嘛 这叫文学的作品 第三个哲学批判 就是我们问意义在哪里 价值在哪里 第四个 编辑 你为什么要这样排 你为什么第一张写这个 第二张写这个 所以你们如果去看孟甲 那你问为什么这样做 周一人能这样做 对不对 你去看阿凡达 阿凡达你们都有多少人去看过 有多少人去看孟甲 你们都去看了 阿凡达你们都去看了嘛 对不对 阿凡达去看的时候 为什么他这样编 他到底里面寓意是什么 那我哲学里面就问他 他编辑就问他 为什么这样编 而且为什么要用这种人种 用这样的造型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再提 第三个起源 起源 起源各位同学 这个家里面 你不知道你爸妈 当你不乖的时候 你爸妈吵架 会不会有一个起源 宿主起源 就是说你看看 都是你教的 教不好 你看你生成什么样子 生个什么小孩 有没有 如果有这样的话 就是起源批判 就对那个起源 我们说到底问题在哪里 最后就是内心批判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type 最后一个是形态 那这一个是有七个 在七个这里面做说明的 好那下面我们开始 我们要做练习 那我要跟各位同学讲 下一个文学 就是叙事问题的批判 修持批判 结构主义批判 所以这个是 我们第一个在讲文学批判里面 所说的有这三种 第一个就是narrative文 这个大概就是 现在全世界里面 最常用的 好像洛英的论文 就是用narrative文嘛 就是用叙事嘛 理论嘛 叙事理论的说法 这个在Polygo里面很有名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 rhetorical 第三个就是structural criticism 结构主义批判 其实这个不应该翻成 结构主义批判 应该是结构的批判主义 结构的批判主义 就是说到底这个结构 是怎么样做的 所以文学批判里面 这三种 那我们现在在哲学里面系练 常常是用这个叙事文体的批判 narrative criticism来做 好下一页 那这个叙事文体 什么叫 下面我们就开始做叙事 它是一种圣经文体 narrative是一种叙事文体 也就是我们说的讲故事 那叙事作为各位同学 像潘老师 在提倡儿童哲学 儿童哲学最重要就是什么 讲故事嘛 讲故事里面就是 你怎么叙事个事嘛 你怎么让孩子理解嘛 对不对 孩子理解 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这个时间不够 我讲个例子 比如说我女儿三岁的时候 我给他讲个例子 清明节快到了 所以汉生童话里面有一个故事 说这个汉 这个汉生童话说清明节 清明扫墓怎么来的 是来自汉高祖 汉高祖年轻的时候 因为没钱嘛 就把父母亲 他父母亲过世了 就把他放在这个施工所的这个公墓嘛 去葬了嘛 葬了以后 那个时候各位同学请记住 晋朝以前中国人是没有墓碑的 没有墓碑的 然后请记住 晋朝以前中国人是没有椅子的 都坐地板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复到秦汉了 我是唐宋以后啊 坐椅子啊 好 那他就去革命了 斩白色起义嘛 后来当了皇帝以后 当了皇帝以后 所有人在当皇帝以前都杀兄杀弟 杀父杀子 当了皇帝以后 正以仁孝治天下 这都是笑话嘛 对不对 那就开始要回来祭母 去祭拜 带了文武百官回来 找不到 怎么找都找不到父母亲的坟 最后就跟天祝导 所以就拿了一张纸 撕开来 跟天祝说 我先把这个纸丢上去 希望上天保佑 这纸落下来 会在我父母亲的坟队上 就丢上去 然后就落下来了 正好在两个坟队 而且连接着 所以他就认为 这是爸爸妈妈的坟 我就跟我女儿讲这个故事 意思没意思 我这意思很清楚 就让我死了 你要来扫墓啊 可是我女儿跟我说 爸爸 骗人的 我女儿才三岁啊 就说骗人的 我说什么骗人的 爸爸东汉 那个时候汉高祖 那个时候没有纸啊 所以判证童话 讲到这下就错了 拿纸撕开来 往天上丢 纸什么时候发明的 东汉嘛 这个是西汉嘛 从而差了两三百年了 所以他说 骗人的 那各位同学就了解 很多的童话故事 其实是metaphor 对不对 它并不是真实的 它是用寓意的方法 寓意的方法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们就发觉出问题 那现在问题是 我们怎么样找到 这个寓意里面 这个metaphor里面的真意 所以我们如果用事实来证明 当然这个故事是错的 可是如果用寓意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有另外一种意义嘛 对不对 它所显示出的东西 所以这个序设 就是说背景 人物 及情节 序设处理这些元素的话 就是有什么样的model 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处理 好下一页 序设问题的 序设模式啊 那我想这个东西 让落营来讲 落营都懂嘛 对不对 还有下面都是 我要 我等着要让你们看 好不好 那个在下一页 这就是下一页 就修持批判 这个都要说明 那我们做到这个 修持批判以后 我们下面有几个感叹 色问 这两个我们要 等着要做练习 我请这个 落营来帮我做